30. 明報 中正監在剿場外配資公安部稱有護公司涉造市族打心理戰 2015年7月13日經濟B02主篇推介中國股市危機稍息 中正監隨即再度清剿被視為今次跌市原空的場外配資問題 中正監昨晚表示,發現上週時G 少定在有違法活動活躍 從新勸商要自查場外配資的接入情G 並嚴格禁止一帳多戶或者他人帳戶交易 已度絕為規範外配資捲土從來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也配合為少 即日起全面禁止所有網上的違法配資廣告 此外,內地媒體亦高調報導公安部調查惡意孤空進展 表示已發現上海有貿易公司涉嫌造市 明報記者陳子玲中正監昨晚發表公布 矛頭直指場外配資公司向散戶提供高槓桿孖展問題 包括要求勸商規範信息系統外部接入行為 即場外配資,並於本月底前後完成對勸商指查程 G 的核實工作 同時要求中登公司及勸商要嚴格落實證券帳戶實名制 是,要核實帳戶資料,保證一帳一戶,嚴禁下設置帳戶,分帳戶,虛擬帳戶等 一帳多戶的方式違規交易,以及勸商或投資者借用他人帳戶交易 嚴格落實證券帳戶實名制中正監解釋 今次重申嚴打場外配資,是因為發現更一違法行為有捲土從來之勢 或再次危及股市平穩運行,故必須清理整頓 為值得注意事,早在6月初中正監已要求勸商指查場外配資 由此因此觸發勸商強制平倉,導致額股暴跌,而6月底公布的數據顯示 當時場外配資總額規模有近五千億元人民幣、下銅、以憲容 對額股衝擊有限同時,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同日也發通知 要求各網站及網媒即日清理所有配資炒股的違法宣傳廣告 並禁止任何機構和個人網上發布任何違法配資訊息 內地經濟學者以憲容指出 某程度上場外配資是這次 A 股暴跌的似作用者 但對剛剛才從暴跌中手損 是否還有人敢再無巨大風險以高桿桿入市傳移 反過來說如果還持有高桿桿股票 會趁股市反彈盡快將炸彈清除 而不會再有太多貪婪留下 加上現在升市市人為改變股市供求關係 並非真正市場決定 故相信禁場外配資對A 股衝擊已有限 業界只夠市不夠人也有內地證券業人士估計 不排除有被吐勞股民欲襯A 股反彈 透過高桿桿盡快賺錢平倉自救 中證監此舉等於救市不夠人 但長遠而言嚴控場外配資降低泡沫風險 對A 股始終是好事 另外 公安部繼續高姿態查惡意故空 昨日官媒申華寫指 上週五十日即公安部聯手中證監排查後兩天 副部長孟慶豐便率令工作組抵達上海 發現有個別貿易公司 涉嫌操縱證券期貨交易等犯罪線索 正展開調查 但未有進一步透露涉造市公司 金額等詳情 金額等詳情 找個別貿易公司 我現在也要聽到 但是我聽了 我已經有了 我自己偷偷了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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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證 海報仇 發生了 感谢观看